出道吃 最近中南部天氣穩定 各類蔬菜道貨量增加 尤其號稱菜王的高麗菜 去年九月份菜價高 造成農民搶中 導致現在高麗菜道貨量大增 以雲林西螺果菜市場來說 每天的道貨量有超過兩百公噸 供過於求 批發價格平均每公斤 現在大約六塊錢 因此不妨趁這個時候搶便宜 菜田裡的高麗菜一眼望去 各個長得瘦大又肥美 菜葉堆疊從中心向外 一層又一層開得像朵花 眼前這些高麗菜再過半個月 就可以收成 不過高麗菜農內心完全 開心不起來 原因就出在去年九月 高麗菜價格高 造成農民期待搶中 沒想到中南部天氣穩定 高麗菜長得快又長得好 導致高麗菜量多價跌 農民只能收多少算多少 來到西螺果菜市場 一整台貨車載的通通都是高麗菜 西螺果菜市場表示 對比去年九月 當時高麗菜到貨量還不到二十噸 現在每天都超過兩百公噸 平均價格每公斤六塊錢 高麗菜價格 三十公斤一人也賣到四千塊 平均大概都在差不多六十塊左右 現在一人差不多兩百塊 災重量過大了 所以導致說功過於求吧 加上外面的生意也都不好 產地高麗菜到貨量多但賣氣衝不上來 只是目前高麗菜都中席 要是天氣沒有太大變化 這樣的價格應該會維持一段時間 愛吃高麗菜的民眾想搶便宜 就成現在 結果正義雲林參謀